17到19世紀都是男生貴族在穿的 隨著時代一直的演變 20世紀之後啊 褲子就已經完全取代了男生的吊帶襪了 而且絲襪慢慢的全部都是女生在穿 因為它有一種絲滑感 有一種女性象徵的帶品 欸 大家看一下老師已經穿好了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場合穿欸 先摸起來的材質還不錯 好像滑順 你這個角度好痛 當然可以 吊帶襪的後面那一條就是這個角度 可以看得到 生活裝比較少見 下去跑 大家看到Ruqi選的就可以知道 她的年紀大概是在哪裡 這個應該是大學生的專案 然後這個應該是比較平年輕的對不對 欸 怎麼會連我的電池 我都覺得電池故意是脫下來